耳朵里面又疼又痒肿胀怎么回事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李莹西安市红绘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 又痛又痒肿胀基本上有两种原因引起的 像第一种就是外耳道失诊 外耳道失诊的话 像婴幼儿比较多见 成年人的话也有 引起的原因呢 你像染发剂 洗发水或者是护肤用品 它会导致外耳道失诊 还有一个原因是整菌性外耳道炎 这个的话需要患者到医院来做检查 才能确诊是不是整菌性外耳道炎 像外耳道里边 它有那种粉末状的蜂蜜物 或者是桶状的苍白色的蜂蜜物 要确诊的话 要取一些蜂蜜物 送检验科做微生物培养 才能确诊 确诊以后就是要不同的病种 要做不同的治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